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追求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进行 所以说发门平台 因为门门都能帮助你进行 就好比药发 药 你神病 药到病出 你服了有病就好了 病 国中不一样 药也不一样 八万四千发门 治八万四千 终身的病 无量发门 治无量终身之病 那么到底我害的什么病 我要用什么药 自己不知道 碰到佛就行 二碰到阿罗汉 碰到佛 他们会看 阿罗汉的虚名童 能知道五百十 他能看你五百十之内 这些烦恼的心 他有办法对治 那要遇到佛就更好 佛能看到你 无量节之前的事情 所以遇到佛是最幸运的 那我们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问题我就解决了 阿弥陀佛能看到我们无量节前 看到我们最初一年不久而有无名 从迷了之后 生生世世 他全知道 要不要请教他用什么方法 方法有了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描决了 你到极乐世界 佛教你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 决定没错 现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 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给我 没有改变 是一不少 然后我们再顶礼释迦牟尼佛 真正佩服 本死 这个时候在真的命令我 不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会换上另外一个方法吗 不是 那是你的妄想 你想错了 到极乐世界去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为什么 这句佛号是自信的得好 他不变的 自信是真 其他名号都是方便 摄加摩尼佛 这个名号 摄加是仁慈 摩尼是亲近 那用大慈 用亲近性 来帮助这个地 这个搜魄世界 搜魄世界众生 缺乏自卑心 心地染污淫重 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治 阿弥陀佛号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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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解智慧 无量 证解智慧 什么都指 变法界 续空气 一切祝福查出了一个众生 阿弥陀佛的名后通知 所以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还是叫您的阿弥陀佛 妙极乐 真正不过死